虽然我国疫情还没有降温 但是什么时候才能够开放国门呢 这个问题啊 最近就被挑起了 以慕尤丁为首的国家复苏理事会 早前公开建议政府 在来临的3月1号重新开放国门 不过首相伊斯曼沙布里 针对这件事情所做出的两次回应 都显示他不会按国家复苏理事会的建议行事 那第一次的时候呢 他说内阁还没有讨论这个课题 会先让卫生部探讨之后 再向内阁做出建议 另外一次就是三天前 沙布里说政府确实有计划要重新开放国门 不过啊3月1号这个日期有点太快了 尽管如此慕尤丁昨天还是向沙布里公开喊话 促政府赶紧开放边境 并且强调这项建议并不是他在自作聪明 而是获得会议上各个单位的同意 国门大家长慕尤丁昨天出席国门青春团拜活动时表示 3月1号重新开放国门的建议 并不是他个人的决定 而是国家复苏理事会的共识 也是该理事会主席的慕尤丁强调 那场会议 卫生部长凯里也在场 另外也是国家复苏理事会成员的 重新开放边境 以推动经济复苏 并且在年轻人中时时时时时时期 能够帮助排出口预复苏理事会成员的 国家轮延期预复苏理事会成员的 作为最后的前面 会有阅价格的 最后的原因 在最后的原因 感谢观看